公民權的修憲覆決 民進黨36週年在台中舉辦音樂會 黨內重要級人物全都到場 那一天18歲公民權修憲覆決 不過這次音樂會地點選定中台灣 可以看出綠營隊翻轉中台灣的重視 五線市長候選人輪番致辭 講到聲音沙啞的蔡其昌還開了玩笑 年底選舉除了地方選舉外 還有一張18歲公民權覆決公投票要投 民進黨也號召青年朋友象徵世代傳承 鎖定中台灣凝聚支持者信心 拉台後續選戰氣氛 而國民黨內被稱為最強母雞的台中市長盧秀燕 也預告接下來的縣市長級輔選 那明天呢就是台南的謝龍健 下個禮拜就是柯治安 那所以每個禮拜都會排出去 選舉進入最後倒數兩個月 藍綠宣在週末評審室 三雄張展智SN小組台中報導